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那么今天的话我们是给大家推荐一款新的手游塔房的一款手游啊叫做这个围剿外星客大家可以在乌饭游戏天虚下载啊可惜的是这个游戏是不是破解版啊不是破解版这个游戏那么的话这个游戏可以算是单机的一款游戏了 然后这个游戏的话呢好玩是比较好玩但是我个人觉得呃前面还比较好打打到后面因为他关卡很大家看到没有啊非常的漂亮但是我觉得打到后面的话可能会要要可能要开进啊他的话呢由一啊应该总共应该是有个五大关的意思的五大关有很多小关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先把这个音乐给大家开起来啊当然了他有三个难度战役老将和特战啊因为要打通前面才能打通这个后面的难度所以说咱们做视频的话 选择中等这个难度老将跟大家说一下啊当然他这边的人物有很多升级啊什么东西我都不管因为手游嘛对吧然后咱们以老将这个难度一关一关给大家做啊他们一起给大家做一关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游戏大家如果觉得不错的话陈老师就继续做下去 那么这个塔方游戏最大的好处就是每个塔方都会有个英雄人物 我其实我刚才很傻逼我把那些右下角的这些全部都给用光了啊右下角的这些东西我本来以为是一关就是每一关这边是个机枪啊就可以造机枪啊啊这边还可以造火箭炮然后这边我再造一个机枪但是他这个钱的话可以通过打过去升级的 我们直接开始啊这边英雄我们先把他移过来啊这边的话直接让怪出来了啊OK啊啊这个怪怪是直接出来了 好的啊但右下角的这些东西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点可以加视频单需要这个钻石这个钻石就要花人民币去充值啊啊他钱就会送你一点 好的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关第一关的话咱们选择是这个中等难度啊中的难度咱们录视频吧用普通难度给大家录啊我怕高难度的话这个可能需要 要开金啊大家刚才看了就是需要可能要充钱去升级当然你也可以不充钱不充钱就升级非常慢啊非常的慢啊好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团体攻击一个雷电啊雷电有点像那个那个啥呢啊光临塔又不像啊这个英雄的话是可以移动的 当然他这边还可以召唤元兵元兵也是可以移动的啊好的第一关的话呢他这个还是比较的简单啊第一关比较简单啊当然这边的机枪的话他是可以升级的升级的话是通过打怪获得这个金钱 看之后是可以升级的啊还是比较的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他这英雄有各种各种各样子啊各种各样啊有的妈妈这好这边的话他是能升级还不能升级啊等一下升级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英雄的话是有雪亮条但是他雪亮下呢是可以自动回复 右下角的这几个东西我先不给大家用啊咱们下期下几期视频如果我打不过了我们再用啊这个飞机是空中资源啊飞机是空中之后这边哎我们英雄 这边我们让机枪升级一下10升级之后变成双孔机枪大家看到没有啊我这个英雄雪位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英雄不行了英雄英雄要挂了英雄挂了英雄挂了 这边的话咱们有钱再去买个机枪因为毕竟是那个老将的难度也没有那么好打啊也没有那么好打 把英雄的雪很快就买我们再回去拉一拉啊 然后咱们你可多造点好在这边再来个再来个机枪啊再来个机枪掉吧 好的这一只这个第一关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是不是啊 应该还比较轻松了他左下右下角是一个是增加原兵一个是空中支援另外一个是动住全体动住最后一个是恢复血量恢复血量就恢复我们英雄的血量 你也可以召唤那个右下角那个士兵也可以恢复血量 但他这边的话第一关的话他只能造火箭炮和这个机枪啊火箭炮这个机枪啊好的我们继续啊 我这个英雄有点呆呆的哎呦简单的我们才可以还可以再去啊还不能升级火箭炮的话也升级的火箭炮升级比较贵 咱们当然了他这边的话呢你也可以加速啊比如说这样子加速啊这样子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样子加速也可以 咱们节省一下这个视频这个时间啊是视频这个时间但是不是天我们英雄要死了 哎呀我的错啊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游戏如果你自己玩的话呢也是可以去加速好的啊 等一下我们快来了这个就是光临塔可以一个全体伤害伤害非常高 这个应该是要快到最后一波的最后一波我们把这个机枪再升级一下 啊这边震的升级吗这个双重机上我们全升级一下 场景还是做的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漂亮 然后的话英雄我们放这边来这波光临啊这再加速啊 好加速啊再加速给他加一波啊这个是不是有点鬼畜的感觉 好最后一波了最后一波等一下最后一波来光临全部带走啊我们英雄卡在前面好的直接哎还有吗那么多 怎么机枪升到这边就不能升级好这边我们火箭炮可以升级火箭炮升级一下 火箭炮升级之后就变成他这个武器好像一次性只能升级一次啊目前是这样子的 这边的话应该没有调我们在加速英雄不会死吧哎英雄不行不行不行你需要死的英雄要死的走走走走走 哎呀这一加速英雄就得叽叽啊哎呀这不行啊 ok啊我们这边没关系我们火箭炮都双重这边还哎呀这个又要花钻石了啊 大家可以有点像像这个植物大战僵士一样这里瞧的这我们的第一关的也是直接过了一个中 老将的难度啊那么第一期也是先给大家做这边了大家如果对这个视频有什么好的意见 或者想让陈老师怎么做你们可以在下面的视频下方留言啊 感谢订阅那么下期再见了拜拜